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救救我 喂 张总 您方便明天来中心吗 我相信有了您的支持 一定会让安和越来越好 好 知道了 合作愉快 晚安 晚安 我 张希达 不知名网络小说家 明天 我将以投资人的新身份进入安和 弄清这个女人 和我爸究竟是什么关系 没有 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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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败了 没有 明天肯定能给我 鉴定结果正常五天出 走佳级二十四小时 如果之前没有选的话 之后是不可以补的 这是咱们公司的明确规定 下不为例 保证下不为例 霓书姐 曳冯 霓书姐你待会儿 就在门口等我很快就出来 就是那家火锅店 可好吃吗 双子吃饿 那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杀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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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坏人 你是你个骗子 你坏人 我是兜兜 我我兜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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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啊 你过来 你好 我是亲子鉴定师 你手上拿的这份报告 是我出的 他什么都不知道 有什么事情跟我说 你说 你先不要害怕 现在 可以把你手上这份报告 给我看一下 亲子鉴定 检测的是DNA数据 孩子的DNA 有一半来自父亲 一半来自母亲 如果是亲生的 就可以在孩子的DNA位数里面 找到父母分 我们抽检的位数中 如果有超过三个以上的位点 父亲不能提供 那么 那么 就可以判定 没有亲子关系 这些都是科学 有法律效力 你应该相信 法律 这不是 什么叫法律效力 就是警察说的 是 是吗 他说得对吗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也就是说 警察叔叔想要帮谁找爸爸妈妈 都要听这个鉴定结果的 可是 可是他们都说 斗斗不是我的儿子 我不是斗斗的爸爸呀 每一个鉴定报告的末尾 都会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 能看到这个红色的印章吗 确认无亲缘关系 也就是说 你不是这个孩子的生物学父亲 我不是爸爸 我不是爸爸 你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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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 我们骗人 是吗 我要 公осто 让 Vision 我那 Watts 可是我们老公 我看看 你机会 没有 你别冲动 你又温柯啊 不 exist 聪聪 那你躲开 是 没有 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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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来 没事吧 聪聪 聪聪 你们干什么呢 聪聪 聪聪 妈妈在这儿啊 聪聪 大妈你说 童童不是我儿子 我不是爸爸 这是造的什么孽呀 李莉 我们唐家带你不保 你拿了我们唐家那么多钱 竟然干出了这么不要脸的事 说 这野种是你跟谁生的 妈 我们回家说好不好 闭嘴 你说呀 你怎么不说了 装哑了是吧 你以为装哑巴就能混过去吗 你拿我们唐家当软柿子你呀 我告诉你 今天 你不当着大家的面 把这孩子是谁的给我说出来 不然的话 咱们谁都别想走 这唐宗宗宗不是个弱智吗 果然不是他孩子 我知道 他们家媳妇都是用钱换的 这老唐可以呀 能跟我儿媳妇有一腿 怎么这么狗血啊 闭嘴 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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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意思 你说话呀 告诉你李莉 今天 你要敢当着大家的面乱说 以后 你别想再进唐家的门 别说了 有什么事咱们回家再说 你还站在这儿丢人现眼吗 老奴 �ת 董作 你们在这儿 董作 孕作 哒 什么 我来烛走呀 妈妈 妈 真是糟虐呀 现在想搞明白这件事 就是让大叔和孩子 再去做一次亲子鉴定 亲者自亲嘛 爸 爸 爸 你干什么 还有事吗 爸 你我都跟你交了 只要是我唐家的重 我不会对你们负责任的 我凭什么要做 我唐栋生活了五十多岁了 我生正不怕影子邪 聪聪 他是我亲儿子 我是他亲爹 我能干出这种上天害理的事吗 你做了才能证明你的清白 亲子鉴定做不做 都是当事人本人的真实意愿 其他人没有劝你干什么 你们还嫌不够丢人吗 咱们回家吧 聪聪 我们老板说 等你看完病了找他报销去 原来这家火锅店是唐聪聪他们家的呀 何止这家 人家在城里有八家呢 这么厉害 阿姨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事情的原因经过 可以废 我跟你说这锦绣火过程 就唐松沙自个儿开的 像以前连锁八家的巨火 现在她在餐饮街算是个名人 但是她儿子唐松沙就是个智障 也不算是个智障 她是因为七小时候啊 得了细菌性利己 她智障永远停滞在了七岁上 后来她到了试婚年龄 别人给她介绍李黎 但这李黎智商没问题啊 是不是 她俩聪合领的事 还很快就有了抖抖 这唐家教育高兴啊 但是婆婆担心这孙子智力有问题 带去做一全身检查 这检查智力没问题 血型对不上了 所以啊婆婆就带她孙子来做庆祇限令 这一座出事了 老婆你到底想干吗 自我介绍一下 你跟踪我 跟踪 我没有啊 我有跟踪吗 我认识你吗 这还不着认识啊 我提醒你啊 我昨天可是为你挡了一刀啊 无理取闹 谁砍得找谁去 这样吧 我就坐这儿我不走了 赔务赔偿 赔偿 喂 保卫科 嗨 请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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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可是受药而来了 喂 保卫科吗 张总 你 你怎么自己上来了 你不给我打电话 好 接你钱啊 不好意思 我打错了 这照顾不周了 太客气了 对 我给你介绍啊 这位是张希达 张总 海归 而且呢 还要入股咱们建计中心 你 入股我们安和 是的 是的 我在网上看到了啊 说中国做亲子建计的家庭 每四家就有一家不是亲生了 我想这前景必将是蓝海 所以想投点钱 刚好嘛 咱们中心需要融资 你看 这是不是巧了 太巧了这是 不好意思 抱歉 稍等 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这小子上来就要入股一千万 正好解决咱们公司 这两台新设备问题 诺西自从进了新设备以后 咱的这是人流量积极下去 再加上下去撑不住了 你也是股东之一 也不想让自己的钱搭水票吧 拦着干什么呀 小琴提起来 提起来 笑一个快点 对了 来来来 你看看 张总真是一表人才啊 对了 那个 董老师今天还有工作 他很忙 你到我办公室咱俩细聊 请离别请 不知道这几天发生了啥 唐东升他们家 约了今天的亲子鉴定 乖乖 声音下手 这么小的小孩每次都猜血 一次一次的 看着都心疼 虽然毛发唾液口腔细胞等 都可以用作亲自鉴定 但目前来看 血液检测还是最准确的方式 没有质疑 乖乖乖啊乖乖 到Drive 走 轻声 行了 你给我吧 来来来 咱们走 咱们走 阿姨 别难过了 我不是难过 昨天老唐已经跟我说了 这孩子如果是我们老唐的 那这两年 我们就算是养了自己家的重 这话是怎么说的 他平时穿衣服啊 都是紧身的 露肉的 在他公公面前也从来不避讳 一弯腰 那肉露的呀 我能理解老唐 他这就是故意的 那他平时外出吗 他出去的时候倒是也挺多的 不知道外面还有没有事 我得确定这个孩子是不是老唐的种啊 你说对不对啊 不行 他来这边上班我不同意 你不要排斥年轻人嘛 咱们都是从年轻过来的 咱们忠心什么时候录取人 变得这么随便了 咱们这也是择忧录取啊 他忧吗 不错呀 那我问你 他学过一吗 对鉴定行业有了解吗 有鉴定师资格证吗 他忧在哪里 而且就像您说的 他是个富二代 为什么非要来我们这里做这个 你说这问题呢 我昨天跟他都聊过了 他不是会写小说吗 而且最近要写那个什么叫 亲子鉴定师手记 咱这素材多呀 那照您的意思是 咱们这直接改成个茶室 所有鉴定完的人 都进来喝一壶聊一聊 我们每天都要面临这呢 可这么多鉴定机构 他为什么非来我们这儿 他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他不是说因为你吗 你不知道吗 他说是 看到你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和专注 觉得咱们鉴定中心特别靠谱 所以才决定投资的 行吧 我算是看出来了 您铁了心的要招他进来 我就喜欢你这股聪明劲 那就这样 分到你那组 我们组人满了 不可能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主任 戏达 你来得正好 我刚才已经决定了 你呢从今天开始 就分到董老师这一组 师父好 不要叫我师父 不喜欢这个时候 那我就叫你叔叔 其实叫什么都没关系 随便叫 随便叫 我让呢 董老师带着你去认识一下其他董事 董老师 董主任 ING 小牧 小牧 别 不是 和小牧 chưa ノ 露 发 把 开 福祉 专个给说还有啊 来来 扫这儿就行 养孩子 各位注意一下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事 张希达 那边是你工位 张希达是吧 你好你好你好 我叫魏爱云 久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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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小弟张希达 早就久仰大名了 最和蔼可情 能力最强 是我们的外情 这个真甜 艾姐这是什么呀 手工锅吧 想吃吗 这还剩四袋 这样吧 第一次见 魏姐算你五十 那 一口加八十怎么样 扫我 多嘞 西达不错 这肯定是我们鼎鼎大名的 连大夫 你 你好你好 你好 小弟张希达 以后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 肯定要问您 你好你好 好 猪丝是吧 最漂亮的门面担当 人如其名 朱唇浩齑令人 茶饭不死 哎呀 你好我是张希达 你好 真会说话 吃完个解释啊 你还有 得嘞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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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上午不就说过了吗 我现在二十几小时待命 我就住在后边那个休息室里边 有事都可以喊我 按什么样的配料 我主动申请了 我这不想着嘛 我刚来 想尽快了解 师傅 师傅 要不要到我后边休息区一块吃啊 离我远点 唐东升的鉴定报告书出来了 我看看啊 确认无亲缘关系 天哪 这不更乱套了吗 不管什么结局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亲子鉴定只是让结局提前到来罢了 你知不知道鉴定师的职业操守 是帮委托人保守秘密 师傅 你先吃着 我先给他们送报告去 哈哈哈 你为什么得咬给我 我又碰你 我又巡 Glenn 有人在家吗 有人在家吗 Bev 桑桑 你爸妈呢 你要干嘛 我 Schmidt 我来给安文送点东西 孩子是不是在哭啊 李妮呢 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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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你不是警察叔叔相信的那个人 你是骗子 你走吧 不是 聪聪 你先开门啊 聪聪 聪聪 喂 师傅 我跟你说啊 那个 我感觉啊 唐松松他们家出事了 我刚瞧门唐松松硬的门 孩子哭得可厉害啊 李莉在家孩子能哭成这样吗 我感觉啊 唐家不可能放她自己一个人 跟孩子待在一块 指定出事 我觉得你分析的 非常有道理 不过我就只是一个亲子鉴定师 我只负责亲子鉴定 况且 我不过就是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我既没练过武术 也没练过空手道 抬轩道这些的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 你要不然就打电话找她付 或者是打110报警 我说得够明白了吧 师傅 所以我就想了嘛 如果是您来的话 指不准她就开门了呢 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 如果警察来了 她也会把门打开的 我挂了啊 可是 你怎么办 师傅 我就知道你没有那么绝情 在你冷冰冰的外表之下 透露了一股人类的气息 你叫我师傅 师傅 就知道呢 聪聪 聪聪 你好 你谁呀 我说说你鉴定是董宁叔 你还记得我吗 你能开一下门吗 你好 你还记得我吧 孩子怎么哭了 我给你看 这是送鉴定报告的 我给你看这个报告的最后一遍 我说唐中生 唐中生不是个 你看 确认我们亲缘关系 也就是说唐中生不是懂的吧 你放心吧